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在暑假期间举办了四个场次的 声音魔力 响领电台小小记者营的活动 邀请到了各大广播电台资深的播报员担任讲师 带领国中小的学生走入录音室播报新闻 还结合周边的文创园区 展开了在地的文史导览 让小朋友们有一个充满知信和知识的学习体验 小朋友们坐上录音室播报台 戴上耳机 自证腔圆 有模有样的念着新闻稿 体验广播主播的真实感受 这是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在暑假期间推出的 声音的魔力 响领电台小小记者营 一开放网络报名 立即秒杀 让小朋友们在暑假尾声能够有一个充实精彩的学习体验 我们的课程安排我们让讲师先从这个声音的魔力 有声音 怎么样去运用声音的这些很深入浅出的方式来上课 那也让小朋友实际去这个广播室可以录音 那担任主播 有新闻主播跟气象主播 让他们实力去操演 当然我们还有一堂课是结合周边的文史 我们旁边有文创园区 所以我们也邀请文史工作者 那还有钱花创的副总经理 傅廷伟等人一起来 还有一小时的这个户外走读 就是让小朋友有室内的课程 有广播的认识他们的领域的工作的相关内容 那当然也可以认识周边的文史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 而且知识性很丰富的一个营队 那因为这个时间跟经费有限 所以我们今年先这样子的一个办理 那后续如果还可以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继续来筹办 让这个空间让更多的人来认识 这是一个声音的一个主轴的艺文空间 想你电台小小记者营的师资阵容相当坚强 邀请到中广 景广 教育电台 还有验声电台的资深播报员担任讲师 还有国语 台语 正音学习 最后一个小时还有走入周边社区的文史探索及走读访问活动 基金会董事长张美惠表示 未来会继续开办相关课程 让更多人来体验声音的魔力 也透过声音来认识在地文化 这里会坏事报导